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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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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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华岛上的白塔 就是在元代忽必烈寒的广寒殿遗址上建造起来的 壮丽的元代大都城已毁 明代永乐帝要在他的遗址上建造一座更壮丽的新都城 他提出一个大胆的近乎狂想的设计要求 他认为天地以北斗紫微星座为天宫 那么天之子也要有一座相应的人间自禁城 杰出的建筑将尸 居然以日月星辰的天象为格局 综合神话科学艺术为一体 把美学幻想中的九天宫殿变成人间的现实 1420年 完成了这座集中国古典建筑艺术之大城的紫禁城 他展现了创造他的人民具有何等的智慧和力量 从空中来看 即使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人 也需要再认识 1644年的春天 闯王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打进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仓皇逃出自尽城 在景山万春坪下这棵槐树上恶意而死 这棵古槐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可是历史的树是铁柱的 它既不会老朽失存 也是坦拔不了的呀 这时清兵乘机入关 童年秋天 顺治就在四军城太河门颁照称帝 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 溥仪是第十代 也就是末代的皇帝 故宫太河殿 高耸在玉石露台之上气象万千 他的形质力求表现 君权偏瘦 至高无上 唯我独尊 庄严肃穆的气氛 龙是皇帝权威绝对 而有无所不在的象征 玉石云海 轰托着雄弓仙雀般的太河殿 下雨的时候 龙口涂水 设计巧思令人叹绝 每当巨星大点时 宝顶香烟缭绕 在丹地大运生中 文武百官三呼万 万岁生门于天 太河殿 俗称金鸾殿 皇帝的金鸾宝座 就放在大殿的中央 大殿的内外 有八十六根擎天柱 在六根蚕龙金柱中间的垫顶 有金龙枣锦 倒悬着一颗名叫 轩辕镜的巨球 正对着金鸾宝座 垂直于紫禁城南北中轴县 就像北斗星位于中天 明清两朝 有二十四个皇帝 曾经坐在上面 最后一个就是三岁的小皇帝 宣童溥仪 妈妈怎么三岁的小孩 还能当皇帝呢 这还得从内宫谈起 紫禁城后半部是内宫 也有三座主要宫殿 前清 焦太 昆明 象征天地 焦太 中西六宫 象征十二星宿 千门万户 表示众心拱臣 内宫 正像红楼梦 贾元妃 所哭诉的那样 是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万千宫女嫔妃 在这里 埋葬了青春 真是 三千宫女 粉如面 春来几个 不泪痕 这就是清朝雍正 乾隆时 汉装打扮的 嫔妃的写真相 万般惆怅 相随论 除却天边月 无人知 古兮天子乾隆 在古兮之年 娶了这个十六岁的妃子 老天 但愿并无其事 一只清宫密实 只有问 机器童子和 豹石的宫女 这是明朝万历皇帝 陵墓的金帽 这是清朝皇后代的 宝石凤冠 这是乾隆穿过的 檀金龙袍 这些专为宫廷制造的云景 至今还灿烂如新 曹石凤的祖父 就是康熙时的江南 制造主管 因而显赫一世 宫中珍藏的历代名词 有的是百年难得 烧制成功的绝品 这座五吨重的和田玉山 是玉器之王 用象牙 披成条 编织的席子 就连奢侈的雍正皇帝 也不敢再造了 黄金在宫中 被当作铜来使用 令人深思的 不是金玉餐具 而是地后一顿饭 百姓半年凉 这些宝石金塔 是后妃们用来 筑藏他们梳妆脱落的头发的 乾隆皇帝 不惜用上万金黄金 制造这套 不能奏乐的古乐器编钟 曾被溥仪抵押出宫 幸亏赎了回来 乾清宫 是皇帝居住 和处理政务的宫殿 这座流金的瓶子 象征江山设计 万事千秋 清朝鼎盛时期 康熙皇帝曾住在这里 指令清军痛奸 帝俄侵略军 签订了中俄弥补处条约 康熙为防止 争夺皇位的祸乱 搞了密处建位制 不遇立太子 而把建位诏书 藏在这块匾的后面 等皇帝死后 取出了宣布继位人 可是就在正大光明幕后 皇亲国戚 戒掉了三纲五常的面纱 便成了生死冤家 自命得下六宫的慈禧 于咸丰二年入宫 他以美貌和机智 作为野心的双翼 由贵人而嫔妃 而太后逐步登上权力的高峰 成为清朝末落时期黑暗势力的总代表 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 腐朽的清王朝就开始面临崩溃的命运 1853年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 在南京殿都与清朝对峙展开了大血战 这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侵占北京 纵火焚烧了举世文明的园灵园 园灵园 是从康熙起 经营了150年之久的皇家园林 被欧洲人誉为万园之园 乾隆时 在长春园建造了西洋式宫殿 被欧洲人誉为中国的凡尔赛宫 西洋楼既有意大利胡艇式风格 也有巴鲁克式和罗马式的结构 有的与16世纪日内瓦宫殿相似 有的与路易十四时代的装饰相当 尤其是园中的人工喷泉 被欧洲人誉为 足以和凡尔赛宫 及圣克劳斯教堂的喷泉境内 西洋楼全部用汉白玉石建造 而又具有中国古典建筑的特殊手法 可以说是中西河壁的建筑艺术空前的杰作 可是圆明园及其珍藏的中国历代文物典籍和珍宝 被想解以空复之一具 却使中国也是世界文化无法估计的损失 咸丰就是从四进城经圆明园朝往成俄离宫 清朝皇帝每年夏天都要到这里来避暑 秋冬则巨秀的城德 山川雄秀的成德 有热和泉 绘为如意湖 在这里建造了著名的 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的建筑 与自然景色结合构成独特的风情 咸丰皇帝带着他的皇后和成群嫔妃 在这里歌舞生平如旧 昏庸的咸丰真可以和古罗马的暴君尼罗 在罗马城大火中 依然饮酒赋诗 自乐其乐 相提并论 如果说咸丰还有什么心思 那就是等待他的弟弟 公亲王一心在北京议和的消息 咸丰住在烟波智爽殿 接到议和条约奏折时 毫不犹疑的在屈辱的条约上提起诸笔 写了一个又一个准字 可是 咸丰再也没有回到北京 第二年就病死在避暑山庄 一命八个大臣 辅佐他的六岁独生儿子继位 就是同志皇帝 二十七岁的易贵妃 一跃成为慈禧太后 他秘密勾结公亲王一心 在护送咸丰棺棺木回京途中 捉拿了咸丰的八大臣 从此成为女皇 清朝从雍正起 就在养金殿居住和处理政务 慈禧也在这里 开始了垂帘听政 他勾结中外反动势力 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 他及封建权术之大臣 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 这双魔手 曾操动过四个皇帝的命运 他全天天下 一喜一怒 金臣战利 在他的淫威下 同志十八岁结婚 幽聚成绩 死于天花上 百日之内 慈禧又逼着同志皇后 绝食四季 慈禧 把他的妹夫 纯亲王一环的五岁儿子 立为光绪帝 光绪成年后 慈禧又把他的侄女 立为皇后 这就是后来的龙义太后 纯亲王一环 就是溥仪的祖父 他当时总理海军事务 和李鸿章创建了北洋海军 颐和园 圆明清义园 是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 在火烧圆明园时 遭到破坏 一环为了国得慈禧的欢心 竟不惜挪用海军军费 修建千亿园 取遗养冲和之意 改成遗和园 修建工程巨大 进行了十年之久 遗和园的湖光山色 与宫殿楼阁 构成一幅绝妙的画图 这十七孔玉石桥 是卢沟桥的再创造 其实它是中国石桥的 艺术结晶品 博江阁原有九层 是杭州六合塔的发展 1860年被毁后 无力复原了 后山湖是绑江南水上之城 苏州建设的 沿河两岸 割台武蟹别墅人家 只剩下荒台废基了 学区园 是仿照无锡继唱园建造的 昆明湖的玉石栏杆 倒映水中 真是建筑艺术中 绝妙的梦太奇 长廊 长廊 更是取名的艺术走廊 为了庆贺慈禧六十大寿 一和园修建工程 加紧进行 可是就在这一年 1894年 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清朝运兵船高僧号 在朝鲜崖山港遭到日舰偷袭 全船官兵一千余人拒绝投降 慷慨赴死 黄海大战 志远号重创敌舰后 不幸重弹 舰长邓士昌下令撞击敌舰 全船官兵壮烈牺牲 黄海战后 北洋舰队主力尚存 可是一位求和的李鸿章 下令舰队集结于微海卫军港 坐以待毙 全军覆没 终于签订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 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 只剩下颐和园里 这条石头船了 无怪当时人们 把慈禧的祝寿词 一人有庆万寿无疆 读成 一人庆友万寿将无了 甲午之战的炮声还没有停息 那慈禧祝寿而建造的 大戏台上的锣鼓就飘响了 慈禧是个大戏迷 即使在他的儿子 同志皇帝死后的国期间 也照常听戏 史称同光十三角的 著名精细演员 经常蹦招进攻演技 扮演燕门关萧太后的梅小林 就是梅兰芳的祖父 他以模拟慈禧的神态 唯妙唯孝而屡获厚赏 扮演鲁肃的程长庚 是经济奠基人 他与号称活周瑜的徐小湘 并称双绝 灵界大王谭心培 当年武生荡行 扮演黄天霸 而武生太后杨月楼 那时一演唱四郎探幕而驰名 十三角之外 还有一角 那就是慈禧自己 他扮演的角色是老佛爷 而太监李连英 是他的守护神 历史如此 如此历史 这个老佛爷 又是个老摩登 他拥有当时最时髦的洋货 他是中国第一辆汽车的主人 据说这辆马车式样的 德国奔驰牌第二代汽车 是袁世凯 敬献给慈禧的礼品 不过 这慈禧开车的司机 必须跪着驾驶 甲午战后 列强掀起了 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 忧国之士悲痛的叹息 世间无物必春愁 何向苍民一枯羞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在变化图强的呼声推动下 1898年 光绪启用康有为梁启超 推行新政 维新派求助于袁世凯 袁世凯经向慈禧的贴心大臣熔禄告密 慈禧下令捕杀维新派人士 康梁逃亡 谭慈彤等六君子 慷慨就义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这是谭慈彤 也是百日违星的最后声音 慈禧把光绪囚禁在颐和园玉兰堂 在出入通道地方砌的高墙 至今还在 光绪和他宠爱的珍妃从此被隔绝 他们只能对着昆明湖上的中天冷月 倾吐彼此的思念之情了 1900年爆发了议和团运动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慈禧逃出自禁城时 命令太监把光绪的珍妃 推到这口井里淹死 珍妃的遗物只有这颗金印 联军在北京为所欲为 暴行逆施的清政府 和联军携手屠杀 议和团员和老百姓 正是这些普通的百姓 在生死顷刻 毫无惧色 从他们的微笑中 浮现出中国未来的希望 清政府派李鸿章 和联军代表 共同占着鲜血 签订了新丑合约 中国百姓 已经到了无可剥夺的决定 光绪的义母兄弟 再封出使德国道歉 慈禧从西安 凯旋回京 下决心 两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再封经香港回国 奉慈禧之命 与荣禄的女儿 结亲 这就是溥仪的双亲 在清朝风雨飘摇的末日 1906年 溥仪出生在亲王之间 溥仪的乳母王娇氏 就是河北呆宁 早在1896年 李鸿章出使俄国 接受巨俄费路 应允地俄在中国东北 建造中东铁路 和租借吕顺大连港 1904年 日本发动的日俄战争 攻占了吕顺大连 日俄之战 缔结的合约 却遵害中国主权 从此 日本在吕顺设立关东厅 统治辽东半岛 把入侵军队变成了关东军 中备威夷 1908年 被囚禁在中南海云台的光绪 突然死亡 74岁的慈禧也病危了 他决定立三岁的溥仪当宣统皇帝 可是这一次 慈禧来不及亲自导演登记了 三天后他死了 溥仪在百官朝贺声中 哭嚷着要回家 登记大点在快完了快完了的声中结束 这是溥仪第一次当皇帝 他的父亲当了摄政王 不到三年 革命的风暴来临了 1911年爆发了武昌起义 清太革命推翻了清朝 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 封建君主制 苦仪宣告退位 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 就任了民国临时大总口 他传播了民主思想 并制定了民国临时约法 然而中外黑暗势力 不喜欢孙中山 他们裁出了清朝内阁大臣袁世凯 当民国总统迫使孙中山辞职 辛亥革命又失败了 普仪溃了位 仍保持宣统称号 至今成立仍然君臣如鱼 民国才四年 大总统袁世凯 想做金鸾宝座 于是日本公使请大总统高升一步 趁机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在风起云涌的讨伐声中 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 就呜呼哀哉 孙中山在东京举行了 递政取消一笑会 可是袁世凯阴魂不散 又出现了辫子军大帅张勋复辟 十二岁的溥仪 第二次当了皇帝 这出闹剧刚一开锣就收场了 张勋的同谋者 北洋各系军阀望风转舵 变成了草秘军 搏取再造共和的政治资本 跑上民国舞台 民国走马灯上 出现了直系 晚系 奉系各派军阀 他们打着各种旗号 守执各国武器 混战了几十年 这叫中华民国大家玩得 不久前 我们访问了普仪的胞弟普洁 对于天宫最后一页历史 还是挺他谈美好 普仪和普洁年龄相差至一岁 情与貌多相似 普仪曾经说过 我和普洁真是难兄难弟 我们的心情和幻想比我们的相貌还相似 他的环境和我比起来 也像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比例一样 不过只小一号 普仪是三岁进这宫 我到了十岁进宫的时候就见了他 我们见面的第一件大事 是什么呢 就是在养心殿这个地方多迷惨 养心殿三西堂 是乾隆珍藏王羲之一门三件书法真迹的书阁 也是皇帝批阅奏折的地方 这就是三西堂 我小时候呢 他跟我哥哥 我们两个人大着捉迷惨 在这里弯弯齐取的 不是跟迷宫差不多吗 我们就常到这玩了 有一天呢 我里面穿的衣服 是个明黄色的 他发现我现在很不高兴 因为在那个时候 明黄色的衣服 就只是皇帝才能穿 我们虽然是弟兄 因为他是皇帝 他一发怒 当然就不得了了 就当时我吓得连话都不敢说 我记得还这么一段杀戒呢 普杰曾经陪伴溥仪读书 那时见了溥仪还得请安 在我们念书的时候 老师徐帆 朱文强 杨顶芬 陈宝山 朱语帆 这些人都是教汉文的 朱文强呢 是清末的一个状人 陈宝琛 是同时年间一个进士 陈宝琛老死也不肯剪掉辫子 他一直在梦想 慈禧时代复活 出现所谓 同光中兴局面 复仪还有一位英文老师 庄世敦 此人通晓华语 诗云紫月如数家珍 他一直希望太阳从西方升起 照进紫禁城 这就是我哥哥的英文教师 龙世敦 在这儿休息的地方 他是英国牛津大学的 一个围学博士 这儿就是雅兴斋 他就在这儿休息 那时候很可笑 他都给我们起个外国的名字 这位大哥起名字叫做亨利 我呢叫做威廉 还有我的几个妹妹 有的叫玛丽 有的叫莉莉 大家都有 故宫玉花园 精巧雅致 绿荫之中点缀着楼阁平台 春夏秋冬四十只景各异 溥仪在这里 度过他的童年 直到成年 我还得经常在 陪着他在玉花园里头玩 什么鸡脚踏车了 养活蚂蚁了 看蚂蚁打架了 还有时候 看蚯蚓翻土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我陪着他玩 就是我当时的任务 蚂蚁圆怀 浮仪上房 1923年 紫禁城里演出了最后一次喜剧 浮仪结婚了 这是中兴之梦的一次彩牌 孤臣涅子 与老仪少 民国新贵 外国嘉宾 参加了婚礼 这像是赏赐二贫顶带 三眼花铃的一天 已经到来似的热闹 皇后婉容 苏妃文秀 成了紫禁城里最后的新娘 说句公道话 溥仪只有两个正名的妻子 这在清朝皇帝中 要算是最少的了 不过婉容和文秀 毕竟不能定坐在一起 后来文秀宣布和溥仪离婚 这在当时是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 紫禁城的末日到来了 1924年 直奉之战爆发 冯玉祥的国民军 进入北京城 把溥仪驱逐出宫 溥仪在日本使馆保护下 进了天津 日本族舰 溥仪在江原设立了秦宫 后来又迁到静元 静元不静 军阀政客 王命将军 流浪伯爵 万交官员 驻军司令 进进出出 大搞政治祖国 最后 溥仪自己也成为筹码 被日本关东军 特务机关长 土肥元 迎到了手 正是在这时期 1924年 孙中山 以广东为根据地 积极准备 讨伐北洋军阀 出现了国共合作局面 不幸第二年 孙中山病逝 被伐军胜利进军 推进到长江流域 这时风云突变 历史转折成十年内战 这时 田中一一 出任日本首相 积极准备大陆政客 1931年 爆发了震惊世界的 918事变 这是日本大陆政客 侵占中国东北 进而征服中国 称霸世界计划的 既定步骤 在南京政府 不抵抗政策下 不到三个月 中北三省的锦绣河山 被断送了 策划918事变的 正是关东军司令部 进阶 日本进攻上海 爆发了128事变 中国人民发出了 抗日的怒吼声 可是内战至上 在关东军司令导演下 演出了维满洲国的傀儡戏 派出了民意代表 尊请早已被关东军捉到手的溥仪 出任维满洲国的元首 在枪声血泪中 浮仪前往长春就任执政 如果说他还有什么不愉快 那就是还没有能如愿地成为皇帝 哪怕是名义上的皇帝 龙袍没有穿上 大礼服是早就准备好了 但即使这一身大礼服也要付出代价 半年后签订了卖身器 日满意定书 别大欢喜 干吧 这杯苦酒 当时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召开会 争论了三个月之久 才通过派出调查团 理论调查团 迟迟来到中国 先后拜访的关东军司令 维满总理郑孝旭 维满执政 土仪得出一个国际共管的妙计 可是日本的答复是 退出国联进攻华本 历史自身作出的结论是 继九一八事变后 意大利莫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 德国希特勒出兵来因 德义将帝退出国联 最后结成德义日联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爆发 国际联盟闭幕了 溥仪在执政宣言中说 金吴立国以道德仁爱为主 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 道德仁爱 王道乐土 的确见诸事实了 关东军统治下的维满洲国 正是一个倒立的圆锥体 维持它不倒的是恐怖和残酷 默论的谎言 掩盖不了血的事实 人肉的沿袭 人肉的沿袭 罪恶的沈月 青春的开脉 黑暗中的幽灵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铺 熔岩一旦爆发 将烧尽一切野草 一级桥木 1913年 关东军导演 美满洲国皇帝登籍 溥仪在长春杏花村 雷土围台 演出了继承的草台戏 可是关东军不承认 溥仪是大清皇帝 他只好穿 所谓大元帅正装登籍 郑孝旭 张景惠等被各得其所 王后宛容 最后一次露面 从此与世隔绝 几经恳求 关东军才点头让浦仪穿龙袍 到沈阳北陵去祭祖 不 只许说展望 而且下不为例 这些定带花铃的奴才们 活像是从本墓里钻出来的 哎 真是久违了 浦仪曾经有过一篇寄组文 说他在维满洲国的作为 世俗创举 成败立顿 非所密度 说 本私鲁负重之心 为趋过求生之计 将心天就 聚窃 救民 兢兢业业 若履狐 若履狐 他付出怎样的代价 当了如此皇帝 那就无法昭告于 列祖列宗之灵了 在关东军指挥下 一九三五年 浦仪东渡日本 答谢仇恩 为日满亲善 公亲示范军 如果说 浦仪认为执政 是什么趋过求生之地 那么这时的浦仪 则是 慕日本天皇之皇恩 感激披零了 图中 浦仪诗性大发 歌唱到 海平如镜 伴离远航 两帮携手 永固东方 父依成皇成孔 会见了日本天皇御人 重申既得一心 一脉不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东军 曾经告诫说 浦仪和日本天皇 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发光 如果月亮脱离轨道 那就自取灭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行可算是功德圆满 夙愿客随 日满一体不可分离了 浦仪谈到他游览离山华清宫 重温古今历史 长安道上的离山壮丽脆绣假观中 华清宫的名字更一再出现在历史文献和诗歌文学中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兴建的阿房宫 起于临山直达咸阳 规模壮丽 前所未有 楚人一句可怜焦土 据说只剩下这段长廊和诗人杜牧的名句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千多年前 唐明皇和杨贵妃在这里度过了荒淫的生活 大诗人杜甫在路过华清宫时 悲愤的唱出 诸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白居易的长恨歌 所涌叹的 春寒赐欲华清池 温泉水滑喜明之 视而福气 焦无力 使是新城恩泽石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思雨时的情景晚在 长生殿早已毁了 芙蓉池的水依然温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就在这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举国要求停止内战 抗日救国的怒吵中 张学良杨浦成发动兵电 拘捕了蒋介石 何应清出任总自令 汪精卫匆匆回国 延安派出周恩来参加谈判 事变的和平解决 成为时局转变的疏命 十年内战结束出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 这招棋救活了全局 不能不令人感叹当事者的高瞻援助 此时关东军司令也在下一招棋 把日本前侯爵错额胜的女儿嫁给普洁 在东京婚姻 约亲善婚姻 在婚礼进行取声中 华北出现了战争乌云 平民小月 苏心燕岭 平沙驼灵 卢沟桥的失忆境界 被日军大炮打破了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民抗日的战幕 一九四零年 浮夷奉关东军之命二次访日 去迎奉天赵大神 按照关东军的神话 维满洲国是在天赵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起来的 满洲也就是日本的一部分 浮夷奉建富士山就功而静之起来了 如果说 第一次访问 浮夷还飘飘然的说 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 那么这一次 日满之间 由友邦盟邦变成父子关系的亲邦 从此 浮夷仰赖天赵大神之神修 惶惶不可终日了 一九四五年 中国人民历经天国 坚持了八年最久的抗日战争 进入了全面反攻 迎来了最后胜利的曙光 战争 日本官兵 终于卸下武器 踏上归国还乡之路 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御人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前不久 我们访问了长春 美满洲国的地宫 和曾经是溥仪的福贵人 李玉琴 美地宫现在是一座博物馆 博物馆工作人员接待了李玉琴 这是建于一九三六年的 伟地宫童德殿 命意是日满一德一心 童德殿内 用大理石装饰 府一害怕殿内有窃清设备 始终不敢正式使用 李玉琴进宫后 就住在东侧楼上 玉琴大姐 请您谈谈您入宫的经过好吗 可以 我是在一九四三年 维满康道十年的春天 被选进宫的 当时我才十五岁 在新京女子幽级学校念书 起初只说挑选我进宫念书 不交学费 还能得到嗓赐 我的父母怕这是骗局 都不愿意 可是又不能违看命令 我就这样 砸了个书包 离开他家 你当时不知道入宫是当贵人吗 不知道 入宫一个月后 才决定册访我为福贵人 并举行了册封仪式 在哪里举行仪式 在机械楼书房 我给溥仪行了三桂九寇礼 他赐给我一饼一如意 然后又领我到佛像 观地像 祖宗才位前 猛磕了一阵头 磕得我晕头真相 这就是当年的福贵人 李玉琴 宫里还行这些规矩 宫里有一套礼法 连称呼都有等级规定 违背了就是实理 大不敬 此外 溥仪还给我定了条约 条约 二十一条 哪些内容 主要的有 要我对溥仪绝对服从 而且要心悦诚服 我的一言一行 要以皇上的喜物为标准 否则就是大不敬 溥仪把他写好的条约 让我注条抄写 我起初不愿意 溥仪火了 龙烟大怒那还得了 我怕给家里惹祸 但是我进宫时他已经死了 溥仪曾在这里接见过国际调查团 历史物证 只剩下这块白熊皮了 你和婉容常在一起吗 不 在伟地宫我们没见过面 那是为什么 婉容早就被溥仪 远景机器楼 与外界隔绝多年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听溥仪说婉容有病 说他脾气坏 大小姐作风 花鲜如流水 又说他穿戴打扮 携梅兰芳 衣服最上西装的亮片 说他接触了不开接触的人 有是皇后母艺天下的品德 那是婉容已经精神失常 我曾听见他的尖叫声哭声 他去哑天烟 烟瘾很大 他在慢性自杀 你在宫中能自由活动吗 也不能 就连溥仪自己也说 整个皇宫就是一座高等监狱 派驻伟继工的关东军军官 吉刚安直 就是看上这座监狱的牢头 溥仪的一言一行 甚至生死 多数他操纵 关东军司令部是太上皇宫 围满洲国崩溃时 关东军司令逃往通话 如果我能为历史做见证 那么我的证词是 封建宫庭是罪恶之功 我是从罪恶的 围满寄宫中 得到解放的 最后的一个贵人 我毕竟是我 李玉琴 这座像碉堡的建筑 就是围满洲国太上皇 关东军司令官官邸 内部阴线充满了恐怖气氛 似乎每盏灯都在告诉人们 这里曾经发生过令人难以想象的密谋 从这阴暗角落发出的一道道讨伐令 秘密和公开的杀害了万千岸之士 暴京总是生活在恐惧中 这座秘密的建筑 当它设立时 就考虑到了它的末日 到处是暗道机关警报系统的应变措施 但这并不能阻止末日的降临 溥仪在维满时期 每年都要例行到这里来拜见太上皇 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 他们最后一次会见 是1946年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当时溥仪从伯利到东京出庭作证 这是溥仪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到日本 在法庭上 他披露了维满洲国的谜底 一场皇帝梦随风而逝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 在内战阴影笼罩下 危机与日俊争 金元帅永远追不上脱缰野马的物价 抢购黄金 封磨了人们 在大连家 大牺牲 大灾难 不顾血本生中 王世杰 王世杰与司徒雷登大使成交了 1946年 中国再度爆发内战 数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 从上海 百运空运 到内战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 遗留下来的军火 照到了清宵的市场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为之 这对迷信努力的人来说 是辛辣的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延安 在抗日战争中 是人心向往的地方 当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 和它的名字分不开 复仪在这里 耳闻目睹了许多意想不到的 奇迹般的事情 这里产生过许多著名的论文和诗歌 这里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战斗 1947年春天 重点进攻矛口指向延安 延安派驻南京和谈代表 周恩来曾提出警告 进攻延安 将导致和平谈判破裂和全面内战 但是南京决心打到底 命令胡宗南23万人马直扑延安 当时延安只有两万兵力 延安领导人镇静自若 劝说军队把延安撑出来当客人住 采取蘑菇战 只把对手拖得筋疲力尽 粮食断绝 然后出其不意 奔割巨尖支 占领延安 收复延安 延安一手成为时局的转折点 来而不往非离也 这是合乎情理 也是合乎历史的逻辑 双方都决心打到底 这以后的事吗 和溥仪同时参观延安的前国民党将领们 都是过来人 他们知道的更详细了 经过四年的激烈战斗 1949年春天 时局已经胜负分享 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跨越天天 百万雄师 度胀将来 这是战争史上的壮观 也是军事家们不能不惊叹的奇迹 小米加步枪的军队 战胜了装备精良的强大对手 由延安打到南京 要说其中的奥秘 也许就是 没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 换今天 新中国战争了 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 开创新的纪元 朴仪从伯利回到东北辅顺 开始了新的生活 准确地说 是生活的开始 在他看来 要和别人画等号 那就对他造成了生存的困难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物 他拿起了针线 关闭自来水龙口 这还得别人随时提醒他 杂草和花秧不便 不过他总算学会了 不过他总算学会了浇水 在这里 劳动是生活中的权利 为自己抬眉 为自己出汗 他们要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 娱乐 和自己教育自己 这是一所监狱 在北满洲国时期 它是无数爱国志士 受难的地狱 同样是这所监狱 它变成了对富有战争 对责的人进行再造的学校 这间医疗室在维满时期是刑讯室 那时人间的酷刑 这里样样俱全 甚至用佛人做解剖试验 他们曾经有多次机会 到东北各地进行参观访问 浦夷目睹了 福顺平顶山大惨案现场 1933年中秋 关东军制造了屠杀三千居民的大惨案 他怎能不受自己良知的谴责呢 腐顺的煤 安山的钢制造的枪套 曾屠杀过中国人民近三十年之久 而今梅都刚成 像神话中传说的凤凰 在烈火中再生 曾经是 维满洲国新京的长春 已成为丹丰红叶 青春长寨之城 维满石的各部已成为公共机关 在伟地宫的基地上 建成了新的宫殿 地质学院 在维满细菌工厂的废机上 出现了一座汽车城 复仪这时才激动地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 今天是尊严的 人活在世界上 总应该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 才活得有意义 有把握 这是复仪在这里听到的声音 使她生命注入了新的血液 1959年 辅仪获得了特赦 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当我听到念叨爱新杰罗辅仪 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 啊 祖国 我的祖国 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浮仪回到阔别35年的本京 爱新觉罗家族 欢度新春 浮仪常说 浮仪是我的重生之地 周恩来总理 接见了浮仪和他的亲属 浮仪在政协全国委员会 从事文史研究工作 她的同事 有前国民党将领杜一鸣 他是东北保安长官中将司令 徐州角总中将副司令 王耀武是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 宋西连是川湘厄边区绥靖公署中将 浮仪和他们在一起唱诉各自的经历 在座的还有前国民党将领 廖要江正平吉都是著名的辽审平津 淮海三大战役的过来人 范汉杰就是当时东北较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往事历旧弥新 1948年秋天 东北55万国军已被包围在镇阳 长春 锦州等孤立地区 靖则失地 退又不路 当时解放军发动大进攻 双方激烈争夺锦州 双方激烈争夺锦州 不得失关系全局 经两昼夜血战攻克锦州 东北大门从此关闭 守军十万之众 吐风瓦解了 双方激烈争夺锦州 当时廖亚江军团 奉命夺锦州 在达虎山被围 双方激烈争夺锦州 一夜之间全军覆没 连料药箱也下落不明了 武器一旦遇守似乎更加发挥了他的威力 长春早已被围困成为孤岛 十万守军突围已经绝望 何去何从已到了最后抉择的时刻了 东北小总副司令郑栋国终于放下武器 这就是四十九军军长郑廷吉 这就是在辽西战役中最后被找到的料药箱 这就是当年的范汉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北地定 解放军徽师入关 揭开平津大战的战墓 天津地势平坦 守军长期经营 构筑了碉堡林立的八十四华岭 完成工事件 高枪伸钩 手艺功劳 这是一场恶战 天津城防中备突破 展开了世界战 天津市民 不必危险涌向街头观战 胜败之局 不叛以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首天津的林伟筹 陈长杰拒不投降 已不可能了 大事所续 副作义将军接受和平协议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市民夹道迎接解放军入城 当年关心鼓舞之情 至今传为美谈 外海大战既之而起 著名的军事家刘伯承邓小平 亲自指挥了这场大战 外海大战以徐州为中心 双方投入兵力达145万人之中 规模之大 实在是世界各国内战史所喊变 协同刘邓指挥战斗的 有名将陈毅素裕 阵容坚强声势靠大 全所未有 守津司令杜一鸣 也是国民党名剑 率领八十多万装备精良部队 采取一点两线重兵密集的部署 结果被对手中间突破后 位置于横直不过十几华里地区 真是一颗炮弹 就能打死一堆人 徐州守津三十万 替城南朝 被穷追三昼夜后 又陷入包围 终于覆灭 淮海大战 与楚汉相争该下之战 一时而同地 都是决定历史命运的最后一战 它将永垂史册 为后世传颂 最后黄围兵团被监 他自己也被擒 杜一鸣被围三十三天 化妆突围 也不能如愿了 在座的康泽 是前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 沈罪是保密局云南战少将战长 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 经过曲折的道路 能相聚一堂 真是幸会 幸会呀 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上 溥仪会见了 曾驱逐他出宫的陆忠林 和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熊炳坤 可以说这是一次奇遇 也还有另一次奇遇 那就是溥仪第四次结婚 第一次组织家庭 他的妻子李舒贤 是一位医务工作者 溥仪的胞弟溥杰 和他的妻子挫额浩 相别十六年后 也在北京团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普洁有两个女儿 常住在东京外祖父家 长女慧生 于一九五七年 在东京伊窦天长山 情沙之乡 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他的一部分遗骨 已运反祖国 从此涌眠于父母之邦 普洁的赐女也已成家 他们回忆起普洁在东京 和错罗号结婚后 那时兄弟俩即使相聚 普洁从不敢喝一杯 弟媳妇送个茶 如今终于又欢笑一堂了 在百花盛开的北海公园 在秋风风爽的颐和园 普仪 普洁和市民一样 分享着生活的欢乐 从皇帝到公民 虽说是曲折 但毕竟是可通行的路 末代皇帝 普仪 算是从这条路上 走过来的第一个人 不久前 我们访问了普洁 他的情愿 已经果树成荫 花卉飘香 曲指转买 他已经是七十过头的人了 他的老伴托罗浩 也发福了 请坐请坐 在约我的小书房 有时候爸爸朋友没来 也都喜欢待这 大伙坐一坐 大伙聊一聊 是啊 前不久 我出时了第五届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各族人民都是欢聚一堂 共同讨论国家大事 这个会开得非常之好 这确实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 我参加了五届人大 第一次会议以后 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 回来以后呢 换做了一首诗 表达表达自己的心情 昌征阔步 紧诚心 四话康庄 九亿人 赶博古希 空福利 春晖寸草 世无心 我大哥生前 是很希望能为祖国做些事情的 他要是能活到今天呢 也一定还会有这样的心情啊 溥仪的遗孀 李淑贤谈起溥仪说 溥仪是环癌症1967年起事的 他曾经表达过他的心愿 愿意一生为祖国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 他是这样做的 末代皇帝 三个月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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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